他不是說這個大動作叫橫拳 這個是招法的大動作 橫拳在念這個的終生懸崖 我們在打的時候 你看如果我今天打只是純形液的大動作 會變這樣 純形液的話例如說我打拼拳 我會變成是比較重八百 我剛才加了比較多的這種纏頭 很繞 所以我會被強調這種橫拳的概念 橫拳是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他不是說這個大動作叫橫拳 這個是招法的大動作 橫拳在念這個的周身旋轉 這邊的纏繞 這邊的纏繞 這邊的什麼叫 這邊的纏繞 然後混到手法內 例如說這樣橫拳 這個動作 這邊 然後這樣 這個 這一個 公圈 這種打法 而不是 蛤 這邊多的旋轉來打力 這種 這種 看我這邊 這裡 這種動作 所以看我身體是在 沐嚕 聞來問去 如果是純性的話 這個動作會稍微比較爽 他會比較重是在 嘴巴的 重複筋 重複筋 最後拿一下 這一種工作 這兩個其實就混在一起 沒有控制性 只是說一開始要這樣練 會變成兩節都練不到 所以一開始這樣練會比較難做 中文字幕提供